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10月20日 星期三 早上的第一節 我們先去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林鄭月娥在社交網站上 交代了她在禮賓府的詳細情況 第二宗消息 梁振英在社交平台上撰寫了一篇文章 她借機批評有人阻止地球轉 阻礙健康碼的推行 將簡單事情複雜化 有人認為她這篇文章是劍指林鄭月娥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林鄭交代自己的詳細情況 林鄭說 自從昨天早上凌晨 發出了政府公佈說她跌傷入院之後 收到大量問候的訊息 她說未能一一回覆致謝 不用了 她每一天都有大量人問候她 只不過 昨天特別多而已 今天也有的 天天也有人問候 她說事緣 昨晚在禮賓府宴請退休的同事 晚宴開始之前 她下樓的時候 就從梯級跌下來 就是仆街了 初時她以為是皮外傷 但是右手越來越痛 於是在送客之後 自行去到馬麗醫院求診 經過檢查和照X光之後 發現是右手手欠骨 有部分崩了 於是馬上打石高顧鼎 讓她自然遇合 相信要兩三個星期 住院一晚 並且接受腦部素描 和其他部位的檢查之後 昨天早上已經出院 回到禮賓府休息 她感謝馬麗醫院醫療團隊的悉心照顧 並且對各位同事和朋友 送上的關懷感到窩心 即是大家可以繼續問候她 她很窩心 大家繼續窩心就對了 好了 林鄭這一段 其實也有很多網民質疑 第一 就是她這個情況 似乎不是很緊急 因為她說在樓梯那裏 一部仆街 她初始以為是皮外傷 後來就說越來越痛要入院 到底她這個情況算不算緊急呢? 她到底去到這個馬麗醫院的時候 有沒有插隊呢? 而且她算不算是濫用醫療資源呢? 因為她這種情況 如果是一般的普通市民 能不能夠這麼快獲得救治 以及可以安排到打石高呢? 這個很多網民都提出了疑問的 反正現在林鄭就已經一晚就說搞定了 打完石高就回去禮賓府睡覺 她每晚都睡著 她自己說 她問心無愧 第二 林鄭在這一段裏面 其實都仍然沒有交代 究竟她會休假多久? 只是預合需要兩三個星期 預合期間可不可以上班呢? 沒有說到的 這裡她就有多少叫做盡可攻退可守 萬一她見世息不對 要出來穩住權力的時候 可能她可以提前消假 馬上上班 如果沒有什麼風吹草動 可能她又索性放有薪假期 這些官員是很厲害的 另外有網民說 她照這個X光驗腦 沒有交代結果 我相信都是正常才出院的 驗腦不知驗什麼 驗一下她有沒有還是怎樣 哈哈哈哈 驗腦 老步掃描嘛 好了 林鄭還說到 其中有多位好友留言說 小病是福 認為這樣正好 給她這個停不下來的特首 好好休息的機會 她想這也是一個正面思維的態度 事實上 她已經接近三年沒有休假了 今年施政報告前後 更加是亡得不可開交 就此 手相休息一下 充電之後 再帶領香港迎難而上 落實今年施政報告的多項措施 林鄭說了什麼 她都會繞一大圈 來誇獎自己 她很喜歡賣花 讚花香 總是能夠找到一些地方 是這樣做的 這一段也是 說到自己又說 三年沒有休假 即是說自己很勤力 做到職 又說趁這個機會可以休息 實情在博同情之餘 亦都誇獎自己 但是這些我相信沒有什麼人同情 因為 第一任的行政長官董建華 一樣說她自己朝七晚十一 大家有沒有印象 她曾經這樣說過 說自己公時很長 但是當時 很多人都批評她 說拿這件事出來說 沒有意義的 因為她上班這麼長的時間 仍然是把香港搞成這樣 換回去林鄭那裡也是 三年來沒有休假又怎樣 香港現在變成怎樣 美麗新香港 林鄭說的這件事 她最後一句就說 不過現在最大的難題 恐怕就是穿衣和寫字 這件事又是被人質疑的 喂 你又不是只有你自己一個 是不是 都不要說那些工作人員 下人 你換衣服 脫衣服 這些私隱的東西 有你老公林兆波博士 難道她會托你手搶嗎 真的 難道可能是嗎 是不是 我不知道 因為她說最難就是穿衣服 怎麼這麼難 你賣弄什麼 是不是 賣弄慘情 你老公在這裡 幫你換也可以 是吧 不過有些事情都很難說 比如說昨天 林鄭出院 其實都現場不見了 林兆波博士 如果她老公真是很愛她 或者是很疼她 照常都會去現場接她出院 不見了 可能還沒睡醒 或者林鄭叫她不要去 但是 你沒理由說出院 老公也叫她不去 去立法會搞什麼 施政報告 宣讀大會的時候 今天林兆波博士都要在現場做秀 做到托腮 很悶 陳志思還全程陪伴她 還是監控她 我不知道 總之 林兆波博士是列席的 在立法會那裡 施政報告也列席 有什麼可能你出院 她也不去接 又很難說 所以有些事情 她換衣服她老公 會不會幫她 都不知道 反正這個女人其實都很激心 因為在她拍這張自拍照的時候 其實背景就是她的書櫃 她的書櫃有什麼書呢 原來 就是有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 譚治國理政 鄧小平文選 國學年的傳記 希拉里的傳記 以及李光耀的傳記 以及文學家 貴善臨的著作等等 為什麼要放這些書呢 是不是刷鞋呢 所以林鄭真是無保不落 接下來我們又看看第二單的消息 昨天 梁振英在社交平台上發表了一篇文章 她說通關說複雜可以把她搞得很複雜 說簡單也是可以很簡單 任何人要進入邊界的另一方 都必須滿足對方的入境要求 去內地要免隔離 當然就是要按照內地的要求 一如在申請回鄉證的時候 都要提交所有內地要求的資料 就沒有什麼私隱不私隱的問題 如果不喜歡的話 是可以不去內地的 這個是常識來 在疫情期間進入內地要免隔離 最直接了當的做法 就是用內地的健康碼 這裡就沒有所謂民情的問題 真是說說民情 香港民情就有三種 一種就是願意用內地健康碼 免隔離進入內地的人 第二種就是想進入內地 但是不願意用內地健康碼的人 三就是無論如何都不會去內地的人 後面兩種的人是沒有權利 妨礙第一種人用內地的健康碼 正如他們沒有權利 妨礙去美國的香港人 向美國政府提供私人資料一樣 梁振英最後還舉出一個例子 就是爺孫兩人垂騎奴 關這個路人甲路人穴什麼事呢 不要阻礙地球轉 將簡單事情複雜化 進入內地要隔離11加7 香港在政治、經濟、社會、家庭和個人層面都會損失慘重 這就是梁振英的說法 實際上他為什麼要選擇在昨天發炮呢 是不是趁著林鄭仆街需要休假 所以就沒有了還擊的能力 於是就借著這個時機去射特區政府一下 因為現在這一篇文章 他說有人阻礙地球轉 妨礙推行健康碼 很簡單 這個阻礙地球轉的人 正正就是特區政府 就是以林鄭月娥為首的特區政府 因為香港已經沒有其他有能力的人 可以阻擋內地健康碼在香港推行 唯一就是林鄭政府不肯做 現在其實那個薛永恆局長已經開始改口風 會研究的就是內地健康碼在香港直接實施 當然他們那班官員也好 建制派人士也好 三番四次都強調 就是說這個內地健康碼 即使在香港實施也好 都是自由來使用的 你喜歡用就用 你願意用才用 你沒有需要回大陸的 或者你不願意的就可以不用 但是一定會有民眾擔心 你開頭當然是說 用不用都行 但是搞到最後會不會變成強制使用呢 這件事就沒有人說得準的 誰敢保證呢 就算有人出來說擔保也沒有用 隨時是可以變歷史文件的 好了另外 現在大陸其實從來都沒有提出過任何的準則 就說你香港做了某一些條件之後 大陸就一定是可以恢復和香港通關的 其實從來都是香港有一班人自己在這裡猜測 當然可能他們收到上面的一些訊息 叫他們去傳達 但是在正式和官方的渠道 從來都沒有說過任何的條件出來 大陸是沒有開出過任何條件 說香港只要達成得到 就可以恢復通關 是沒有的 大家記得了 在早期談這個中港通關的時候 就說香港要連續幾多日零確診 才可以有條件通關 但是現在香港已經曾經試過很多日零確診 零本地確診就更多 但是仍然都是沒有辦法通關的 後來那些條件越加越多 然後又說要健康碼 搞完之後是不是代表大陸一定批 未必的 因為別人都沒有答應你 沒有承諾你就算承諾你 你那些都未必得 更何況是沒有的 你自己在想像出來的事情 而且有消息說 大陸為了確保冬奧會順利舉行 確保是向全世界展示出中國的體制優勢 是比起西方民主的制度是優勝的 故此在3月之前 看不下都是通關無望的 但是就算你現在搞了健康碼又怎樣 是不是3月之前就可以通關呢 又或者什麼時候可以呢 大陸都沒有說 說不準的 到最後都是 而且就算通關以後 大陸會不會馬上恢復自由行呢 也是沒有說過的 純粹就是香港那些人 自己在這裡敬差的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